到底該怎麼做 我覺得定期定額 目前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大家不要猜 會不會繼續漲 也不要猜會跌 那定期定額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現在增加了台積電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是追求積極成長的人 我覺得就定期定額扣台積電 我們這個投資 是不是可以很簡單 說投資好麻煩 很複雜 你要怎麼把它剪掉的話 叫我們樂火大叔 他有這個 聽說現在八位密碼 有再多增加三個字 對 其實我今天錄影 應該要離開的 我要完全這樣遮著自己的臉 我寫了八本理財書 卻完全沒有理藝這麼專業 哪有 所以我今天的生意 不是理財專家 多少作者 多生氣對不對 就八字聲言 八個密碼 可以寫這麼多本書 但是我今天想分享一個觀念 我覺得我零八年之後 再也不選古 是因為我不想過這種 不斷地在追求體財 追逐體財這種生活 我就相信台灣未來是很好的 就只買0050跟0056 再也不選古 因為你這次選對了 下一次你要繼續對 第二次也對了 第三次還要對 你永遠在過著這個追逐的生活 那我一直認為 投資是哲學 不是數學 這個心要很定 對 像大家一直在換股操作 其實你從來不相信 你自己的判斷 你才想賣掉 我覺得台灣現在唯一 能夠相信的公司 只有一架 就是我增加那三個字 台積電 投資為什麼不是數學呢 台積電買600 賣630賺30塊 大家都會算 投資如果是數學 變得很簡單 但是哲學是什麼 600塊真的是低點嗎 630真的是高點嗎 所以我不想再過這種生活 我就讓自己過得開心一點 那現在到底該怎麼做 我覺得定期定額 目前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大家不要猜 會不會繼續漲 也不要猜會跌 那定期定額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現在增加了台積電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是追求積極成長的人 我覺得就定期定額扣台積電 你如果是追求成長的人 就定期定額扣0050 追求安心的人 就定期定額扣0056 再也不要去管那些體材了 我如果每天這麼有體材 我頭髮大概白得更快 一點都不樂禍 我想這個是 人生不同的階段 我覺得你年輕 該這麼做 但是到我這個年紀 我覺得我不想過這種日子 所以說樂禍大叔 不要再叫我理財專家 今天非常汗爺 其實不敢來上節目 有人在操排的時候 就是樂禍呢 但是我不追求這個 可是因為很多人會說 買這三檔 就可以真的財富自由了嗎 我覺得就是穩穩賺 慢慢賺 就會久久賺 這三檔都是相對安心的 你真的不必擔心台積電會倒 也不擔心0050 0056會下市 但是這樣講好了 這麼積極地追求 提早的財富自由 是不是真的好事 因為工作本身 還是有很多的成就感 你會有自我價值的肯定 黎毅你現在如果財富自由了 沒有美光燈 我覺得你也會 不是那麼開心吧 我會很開心 我覺得不通的年齡 我走的看法 財富自由之後 你繼續做事 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不再是因為財富而去做這些事情 不為烏斗米而做啦 但是我覺得 因為大家現在追求所謂 FIRE 提早財富自由 就會追求賺快錢 賺快錢的背後 其實真的就是風險比較大一點 因為大叔年紀比較大 曾經經歷過1990年的 12682跌到2485的那個 慘痛的那個那一年 一萬點跌下來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工作 現在這幾年大家都賺錢 其實是很順利的 真的一個招牌打下來 打到三個股市達人 大家都是股神 大家真的不要以為這種 開心的日子可以過這麼久 我還是覺得真的要稍微 小心謹慎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工作一定要保住 其實工作之外 你有固定的薪水 然後再透過投資理財 那不是很開心的事情嗎 對 那現在有人在這個網路上PO文說 怎麼辦 雖然知道他以後會好 但是現在就是套牢中 他被買在 困在六百五十塊以上 怎麼辦 好 這個留言說是這樣 早上在早餐店吃早餐的時候 看到旁邊的大媽 拿了老公的錢All in了 但他困在六百五十以上 吃吃沒有辦法減套 請問這樣的冤魂該怎麼辦 所以其實也看到說 有人說把這個房貸的錢 提出來也是All in台積點 那套牢了 套牢六百多塊怎麼辦 那網友回應說 哎唷 上看世衛術啦 別怕勇敢貪 那現在不上車 你以後悔後悔 不缺錢就給他放著 或是向下的攤品 還要我教你嗎 本多中盛 就是一直攤攤攤到獲勝 那麼現在會整理 是讓你有機會上車 其實基本上看到網友的回應 是非常正面的 就是說買了它跌了 就讓它跌繼續買下去 對 慧珠你怎麼看 其實張宗謀 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宗謀 有講過一句話 其實台積電在任何時候買 都是對的 所以就剛剛樂火大叔講說 其實你買台積電 你就是用定期定額 尤其像台積電它過去十年 它的成長率大概是五趴到十趴 可是他們最近 他們把它調整到 未來的成長大概十趴到十五趴 那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你一家公司 你可以成長十五趴的話 然後你的大概七年 你的營收就可以翻倍 所以事實上台積電 它還是一個長期 滿看好的公司 尤其在半導體到二零三零年 還是很看好 他們估這個市值 大概會突破一兆吧 一兆就是一兆美金 那我覺得就是台積電還是一個 滿不錯的公司 只是說你要搞清楚 如果你是要純骨的 你可以選台積電 但是如果你是要追逐 這種高報酬的 也許連電都可能比台積電 要來得好 OK 時間的這個長短 對 不過我真的難得 我覺得網友留言 這數值都還滿高的 我們說十年磨一件 台積電是三十五年 而且磨的不是一件 是一個寶劍 寶劍證在出轎當中 繼續台積電看下去 那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大家常在討論 我知道這個大叔也很關心 年輕人到底要不要買房子 房價越來越高 通膨的壓力越來越大 要先恭喜李懿 李懿 三十三歲就買了第一間房 買在中立 對 因為我自己家鄉 在中立那邊 然後我是覺得年輕人 一定要買房子 可是怎麼買呢 就是因為我身邊的人 都很想要買房子 可是他們都一直跟我講說 房子好貴什麼的 台北市我買不起 我就說那如果你不要買台北市 然後他說 可是我就是想住大安區 可是我住延吉街 我住延吉街很久 從小在延吉街長大 那我就是想買延吉街 那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能一輩子都買不起房子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買房子的話 應該是 你有能力做多少事 當我有這些錢的時候 我就去買一個符合 我能力的房子 譬如說我第一間房子 我的總額大概才七百萬左右 然後我只要拿一百四十萬的頭七款出來 然後我就可以用用它 然後每個那支援 我本來是要給我們家人住的 可是後來因為 可能他們覺得比較小 因為是兩房全新的 然後還有附停車位 然後大概二十坪左右 實際坪數二十坪 然後那時候 他們就覺得可能比較小 因為我們家是住透天 住習慣了 然後後來就沒有 所以我後來就便宜租給我身邊的朋友 和親戚他們有租房子的需求 然後租給他們之後 譬如說像如果我的利息 譬如說是一萬塊好了 我如果租給他們八千塊 七千塊 等於我每個月只要交兩三千塊 這樣等於是攤平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不是你買不起房子 是你對房子要求太高了 因為我那時候 之前就有看一本書 他就講說 如果你買不起 S級區的蛋黃區的話 你可以買A級區或B級區 因為都是蛋黃區 因為我也是買在火車站附近 然後那裡也是有學區 然後又有工業區 我就覺得環境其實還不錯 對 慢慢地往前進 問一下樂國大叔 其實你也是非常贊成 年輕人買房子 一定要買房子 而且我必須這麼說 你未來買得起房子 你現在可以租房子 比如說因為六十歲 很多人是也覺得買不起 才租房 對 但是你如果六十歲的時候 可能被房東趕出來 你那個時候確定 你買得到房子 你現在當然可以租房子 而且我最近有個朋友 因為養寵物 還被房東趕出來 他必須買房子了 那一九九零年 我三十歲的時候 李懿是三十三歲買房 大叔總是比你厲害一點 我二十九歲買房 一九九零年因為娶了太太 一定要買房 我從來沒有考慮過 要買房還是租房子 那時候就買了 買在現在古亭站旁邊 四十坪帶車為一千萬 不過他說 現在應該值兩千五到三千吧 你不要那麼客氣吧 至少剩一八十 對 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我跟我太太的薪水 一個月只有六萬塊 兩個加起來 房貸要五萬塊 怎麼辦 而且我大女兒出生了 你三個小孩 那時候大女兒出生了 只剩一萬塊怎麼辦 那個時候我就知道 我未來要做威爺的事情 我那時候就斜槓了 我在家裡翻譯言情小說 所以現在我出了十三本書 其實前面還有八本 其實二十一本 前面八本都是羅曼史小說 為了貼補家用 我太太也在家裡 那為什麼小孩這麼多了 對 我太太也在家裡 就是兼差 打板 那這樣子 翻譯言情小說 總共三萬 再增加三萬塊 六萬加三萬 九萬 就可以支付那五萬的 房貸了嘛 顧三沒完 在這中間 我太太又懷孕了 然後去產檢 哭著跑出來 我說是不是有危險 不是 雙胞胎 但是我還是五年就還清了 其實現在的買房子 最困難的是頭七塊 就你那一百四十萬 比較難一點點 差一點點就跟爸爸媽媽借 後面的房貸其實相對緊縮 我那個時候 那個一年的利率是超過十% 貸款乘數是五成對不對 現在才八成 我十三% 我十三% 為什麼還是我自己記憶 年輕說現在總價很高 現在才一點三% 那我這邊做一個最簡單的建議 大家放棄台北市 徹底放棄台北市 新北市還有七百萬 其實樹齡都買得到了 你買在中壢稍微遠了一點 我就樹齡都買得到 樹齡坐區間車坐兩站 就開始到板橋了 開始接捷運 我很喜歡推薦樹齡的房地產 因為我覺得相對CP值很高 那只要坐兩站 大家不要住在那個 捷運站的正下方 那實在太貴... 你稍微離捷運站遠一點點 不要有停車位 不要有電梯 基本上買得起 第一間房子不是拿來賺錢的 第一間房子買得起最重要 所以還是鼓勵年輕人 千萬不要太早 放棄買房的夢想 好 很多人其實看書 是要追求這個 大叔你的腳步 享受財富自由 你以前是拚命想要賺錢 現在你剛剛也說 你是錢是懶得賺了 這樣子講太囂張了 真的滿囂張的 錢夠了 人就幸福了 對 那因為我現在 其實很多有代言的機會 但是可能我就是 那個... 覺得金融產品 還是有點風險 我也不代言 還有人找我保健食品 我也不代言 我只願意代言什麼呢 代言電影 我覺得這是我喜歡的電影 我就推薦 那我現在常常演講 其實演講對我來說 人家說你那麼辛苦 再賺錢幹什麼 我其實演講非常便宜的 百分之八十的演講 都是公家單位 你知道嗎 或許慶儀都沒有接 因為一個鐘頭才兩千塊 我去演講最開心的什麼時候 看到那個聽眾 大概都是以前不敢買股票的人 我看到他們的眼神 發亮了 懂了 股票沒有那麼可怕 股票真的是凡夫主持 唯一可以參與的投資工具 這其實是我現在 最開心的事情 而不是那個錢的問題 就對大家有幫助 其實連證券社 我們有時候都會去 那個更少 真的 證券社 委屈過一千塊 你把它講出來 還有的學校不給錢 但我還是願意去分享 那我覺得現在 花掉才是真正擁有它 大家喜歡講長期的 富裕效果 但是我現在都六十幾歲了 我累積那麼多錢做什麼呢 留給子女幹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花掉 才是真正擁有它 而且說當你下一次 沒有機會再花這個錢的時候 你要立刻去花 比如說我去阿拉斯加打郵了 就花六百塊美金 到那冰原上院 漫步一個鐘頭 你不可能再去阿拉斯加 六百塊美金很貴 但是你不可能再去了 就張嘴料立刻花掉 所以我覺得現在該花就花 我現在唯一的障礙是什麼 然後飛機還是不肯做商務艙 我覺得還是要做商務超好 我知道年紀大了 不要跟自己過不去 真的啊 就花 突破這一點 可以啦 就花掉啦 其實要花掉 我覺得這個講得真的很好 因為你要真的去花掉 代表你有時間 有好心情 有體力 才能夠去花錢 不要只是忙著在賺錢省錢 要去花掉 才代表你真的擁有 這個財富自由